如果我想知道3加4是甚麼的話 一開始我們可以先畫3 這裡有3個球 然後再畫4 加起來的意思 也就是我們把這堆球一次過數 這樣數吧 1 2 3 4 5 6 7 加起來有7個球 所以 3加4 就等於7 1 我們除了畫圖之外 我們也可以用數續的方法 即是一開始我們先畫清楚3在這裡 然後 向右邊多走4步 一步 兩步 三步 四步 用同樣的方法 我們也可以找到 這條答案是7的 我們做多兩條 7加5是甚麼呢 我們這次直接在數續上數了 這條數續不一定由0開始的 就是順帶一題 那 7 是數續的這裡 然後往右手邊數 5步 1步 2步 3步 4步 5步 那 今題的答案就是12 所以 7 加5 的答案就是12 再來多一條 6加9是甚麼呢 請注意 有時數續 每一格 可以是相差2的 不一定是等於1的 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數數字呢 就要小心一點 這次 6 一開始在這裡 然後我們 往右手邊 數9步 由於每一步是2 那所以 由0到1 1步是在 一條線的中間 那我們要小心一點 6 數9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第七步 第八步 第九步 那 那 數字是在14 和16中間 那就是15 那所以 這一條 6 加9 的答案 就是15 那如果大家覺得 每一次都要把這些數字畫出來 或者每一條數續 都要這樣 逐步逐步數 太麻煩的話 那其實我們是有一個表 我要幫大家計算這個加法 的 用回我們剛剛 三條數為例 這個表 怎麼看呢 例如第一條 是 3加4 我們左手邊找3 畫一條線過來 加4 4 在上面找4 畫一條線下來 這樣呢 這個交叉所合的位 在這裡寫著7 那3加4的答案呢 就是7 例如 第二條 我們是要找7加5的 7在這裡 又是這樣拉條線過來 那5在這裡 那7加5呢 就等於12了 第三條 6加9的 6在這裡 9呢 在上面這裡 拉條線下來 雙交的地方 那6加9呢 就等於15了 那呢 大家看不清楚的話 這個表在這裡 對了 那 由於這個表 對日後的數學 的計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大家 切記一定要背 今天就講到這裡